方威没有背景,形势小心谨慎,但他却是周瑞赢得陈敏凯,打败洛家的最大武器。 方威是周瑞最信任的人,他在压力和打击下,一步步的成长起来。 那么接下来结合原著,为大家继续解读输赢中方威的精彩剧情。 搞垮洛家,赢得订单。 周瑞不想直面洛家,于是让方威成为负责人,来接手精信银行的订单。 方威为了拿下单子,认识了精信银行的吕传国,这个人帮助方威拿下了这笔订单。 方威还在背后查到了洛家和刘峰之间存在利益关系,利用照影拍到了他和刘国锋出国的签单,后面的担保人都是洛家的署名。 拿到这些资料,基本上握住了洛家的命脉,可以随意拿捏。 方威的原计划是,如果刘峰坚持把单子给惠康,他就把这些照片拿给刘峰,这是方威压箱底的证据。 为了周瑞,他务必要签下精信银行,杰克公司内乱不堪,陈明凯想方设法要挤走周瑞和他的团队,如果不能签下大单,他们都得走,方威不得不努力。 即便方威知道洛家和周瑞的过去,也只能放下这些情怀,为了大家的未来放手一搏。 吕传国答应方威,只要把刘峰违法的证据交出来,就能保证精信银行的单子交给杰克,最后方威如愿拿下了订单,保住了自己的同事,亲手把刘峰和洛家的不正当利益关系公之于众,让他们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 自此方威成为了销售界的传说,而洛家也成为了反面教材,谁也不能打破规则,破坏行业中的公平。 职场就是战场,销售就像战士,在每一个有订单的战场上冲锋陷阵,方威就是那个不怕死的战士,为了取得胜利勇往直前,不怕困难。 为了爱情,抢婚赵颖。 方威认识赵颖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刘国锋,然后去突破刘峰。 没想到,方威却不受控制,爱上了赵颖。 赵颖和刘国锋在一起三年,并不贪图刘国锋的钱财,而是觉得刘国锋对自己很好。 赵颖是一个务实的女孩,父亲开出租车,母亲是家庭主妇,她虽然对物质有渴望,但却不是爱慕虚荣的人。 方威通过接触了解,渐渐喜欢上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女孩。 赵颖和刘国锋在一起经常谈论去哪里消费去哪里玩,但和方威在一起却非常接地气,莫名让赵颖有了安全感。 原著中,方威在飞机上向赵颖表白,祝她生日快乐,但刘国锋却忘记了,反而方威记得还给她了这么大一个惊喜。 方威为了和赵颖在一起,买通了赵颖的室友,随时掌握赵颖的动向,得知刘国锋向赵颖求婚。 她想方设法说服赵颖和自己在一起,却被对方拒绝了,赵颖想出国留学,和刘国锋结婚后出国,是赵颖梦寐以求的机会,她不想放弃。 此外,赵颖每次看到父亲开出租车,就会心疼,和刘国锋在一起,至少物质上不会发愁,和方威在一起的话,只能重头开始,所以,即便她不想物质,也要面对现实。 方威本想在赵颖和刘国锋结婚那天去抢婚,可是方威放弃了,看到刘家被她搞垮,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刘锋一家人,她更不想让赵颖知道,她曾在利用过自己,离开是对这段感情最好。 这段感情最好的方式,让真相成为秘密,刘锋被抓,方威最后一招,逼死了刘国锋,刘锋被抓后,第一时间给儿子刘国锋打电话,让他抓紧时间出国。 刘国锋知道,父亲出事了,他在包里看见父亲给他留的几百万,这些钱足以让他在国外安稳地活着。 但吕传国在刘国锋起飞的前一刻,把他抓捕归案,吕传国想让刘国锋交代他父亲的受贿证据, 刘国锋心里很清楚,如果他说出来,父亲就有牢狱之灾,甚至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,为了保护父亲,他只字未提,从楼上跳了下来,因为及时抢救,保住了一口气,苟言惨喘地活着。 方威放出大招,把罪证公之于众,不曾想却逼得刘国锋寻死,这不是方威的最初目的,他只想得到订单,仅此而已,没想到背后牵扯出这么多人,只能说方威误打误撞,揭开了职场的黑暗面。